繼續來看一年的移民局 六月二日在巴黎島 列入一個藏片的電信基盤 台北就100控制的憲法 竟然都是台灣人 其中有10日就是統治憲法 我們的行事局 跟一年的連絡官都立來協商 總算順利跟憲法送回來台灣 無情是告台中地檢室來正辦 10日的統治憲法 固執在肚子 獨特地檢队不敢放鬆 看國要將他們阿東的台灣 發布你們統治 加以統治的資本來付你們 統治憲法鋒起來 警方在旁邊太好 這些人總部都是今年六月 社群第一年巴黎島 看國雜片集團的新聞 今年以民局的政務 半過千萬 禁止別宗 衝入有名地 香港根本維護歡迎 一個一個洪宅在地 朝著火照 台北昏都是台灣人 台灣的憲法 請到洪潮來到現場 站幾百 一年以民局的政務 調查發現 引用關公簽證結局 想憲在東地做網路的雜片 洪潛的人 總部都是馬來西亞的人 憲述救青蛇 發現這100控制 台灣雜片集團的新聞 裡面有十一雷是通知犯 下明年的聯絡官打拚協商 將訴訟已高 馬遜你將憲法 憲法黨的台灣 代表規案 台灣的雜片集團 未在百里島委會三社 警方跨國合作 要找到相關建具 無限公佛台中地減速情報 後一部 將會將對這100個台灣人 在百里島作別種雜片的事 提出雙手